欢迎收看云端保健室 跟着力哲一起掌握健康大小事 大家有没有这种生病不知道该看哪一科的经验呢 不过如果你去大医院的话 志工通常都会跟你说 去看家医科就对了 家医科真的是包山包海 什么都能看的这个整别吗 因为其实先前我们曾经在保健室讨论过 类凤诗过敏科也是一个包山包海 但是家医科跟类凤诗过敏科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今天欢迎到两位专家 首先都也都是这个我们保健室的好朋友了 家医科的陈伯辰陈医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医院记者梁慧文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先要先请教一下这个陈医师 就是到底家医科他的概念是什么 好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让大家在这个时候了解一下家庭医学科 然后了解一下台湾的医疗制度 我觉得大概了解这个部分 你就大概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东西 那很多人都说家医科包山包海 其实照台湾的医师法规定 只要你是台湾的医师 你什么都可以做 所以我们不是在医学院就分科 我们在医学院所有科别的医师 养成是一致的 直到我们毕业之后 我们觉得要走哪一个专科 我们再去训练那一个专科 你也可以选择不要训练专科 变成一般科 也就是说只要你毕业考上医师执照 你什么都可以做 台湾的法规是这样 所以才不会有些人讲说 为什么我妇产科 一直给我做一些非妇产科的事情 我的什么耳鼻悠科 一直给我做一些非耳鼻悠科的事情 对你现在讲的就是让我想到 为什么所有的医生都在做医美 所以也就是说 以台湾的规定来讲的话 就是我今天只要是毕业 拿到医师执照我都可以做 可是我想要再走哪一个专业的方式 再去服务更多 或者是我这一块的一个民众 那家庭医学科顾名思义 就是以家庭为一个单位 然后我们照顾的是身心灵 整个家庭从健康到走的为止 都可以 但是很多的疾病是发病的时候 你去看它 但是家庭科是在健康的时候 所以健康检查 劳工在工作里面会产生的问题 相关的预防保健 还没发病之前 家庭科 发病之后 生病的时候 哪一个问题 家庭科也可以帮你 末端的地方 养护中心 家庭科 安宁照顾要走之前 家医科 所以家医科不是只有全部 从头到身心里 它包含健康到你最后的那一段 中间这些全部都包挂了 那最主要是把一个人 跟他的家庭的一个状况 全部照顾好 所以我们会了解的 不只是你的疾病而已 所以有些人可能就比如说 我今天有的是一个感冒 以前常常都会觉得说 小病像感冒之后就是看家医科这样子的东西 或者是内科诊所 或者内科的相关的东西 那就会有时候常常讲说 你家医科是不是跟内科都重复了 对 我刚刚正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你在 就是居家附近一定都会看到 有内科诊所 有家医科诊所 这两者到底要怎么区分呢 其实区别非常的简单 第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国家的规定是 家医制度 家医制度就是你自己本身要有一个家医科医师 然后经过家庭医学科医师 帮你做一个判断你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我在这边不能处理 我就帮你转到更专的一个部分 所以内科的专科是在之后 我们可以帮你转过去再去看的 所以你所要看的是内科的哪一个专科 是心脏科还是肾脏科 还是胸腔科还是哪一个科别 但是我们再加一科的时候就帮您看 所以有可能你今天来的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叙述你的病情 你只觉得说我有哪里不舒服 最常听到的比如说 好了 我只是头晕 我头晕 我看哪一个科 常常有很多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头晕 那我要看哪一个科 你如果遇到这种病 跟你讲说我头晕 对 常常会有啊 那你接下来要怎么讲 如果你是早家医科 我们当然会去寻找你头晕的原因 然后就看你是属于哪一个科 我们能不能处理 但是有很多的民众 他自己判断它是什么问题 所以他就去找一个科别 所以头晕他如果去挂神经内科 他的诊断跟拿药是不一样的 头晕去看耳皮和科 他的诊断拿药又不一样 头晕去看心脏科 跟其他的科别 他有可能不同的诊断 不同的用药 但是问题是你的头晕是什么东西导致的 你看了三个四个不同的医师 给你三个四个不同的诊断 这怎么办 给你三个四个不同的药物 我怎么决定了 你怎么决定是什么东西导致你的头晕 所以在这个时候 家医科会帮你做全面的见解 我们跨科别 我们跨科别的部分 我们先去了解 甚至有些是举家庭为个单位 我可能认识你的爸爸或妈妈或家庭环境 我大概会了解你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有可能你在我这边长期看了之后 我有一些病例 你的头晕有可能在某个季节常常发生 你有可能每一次来的时候 都是因为家庭在吵架完之后 你出现了头晕的问题 其实是头痛 对 是头痛加头晕 你无法叙述哪一个是对的 那从这个地方我大概会了解 那我们曾经有一个案子 也是这样子的头晕的问题 那他其实头晕头痛 他全身就是不舒服 那他不舒服的原因是 每一次都是跟他的婆婆吵架 哦 那是心累啦 对 然后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跟婆婆吵架 因为他看完之后 婆婆也会过来看病 所以婆婆会抱怨他 他会抱怨婆婆 那两个都有同样的不舒服的症状 他根本把你当身心科吧 你应该不会透露细节吧 我们不会透露细节 人去吵得更凶 可是你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大家都来同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就是家庭为主 所以我们就是中间 我们看到两边发生什么事 可是如果这个媳妇去看神经内科 他会被诊断一个部分 他去看心脏科又被诊断另外一个部分 他去耳鼻悠科又去哪一个 他如果是精神科 他要去拿另外一个部分 但是他人家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 那婆婆也会通到自己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家一科 可以帮你做一个统整 甚至去了解你的一个状况之后 因为往往很多病人看到医师 医师开始问问题就是一问三不知 完完全全问你 然后你就说 不知道问你在哪里 就只知道我哪里不舒服 甚至有时候哪里不舒服 还讲不清楚 就是我们要遇到那种 我就是全身不舒服 那怎么办 就是全身不舒服 那就是来个见解 就来个见解 你真的无法讲出什么所以来 然后这个部分 我们就会慢慢去帮你找出这些 端倪在哪里 其实诚师讲的 我这边有一个 我们家自己 我父亲的例子可以分享 他就是呢 之前有过一次 他是先去看了胸腔内科 他自己去挂号了 然后事后才告诉我说 因为他觉得胸闷 那70岁的老人家跟你说 胸闷你会不会很紧张这样子 对 然后他也拿了药 然后吃了几天 大概三四天 他就跟我 又打电话跟我说 不行喔 我觉得越来越严重 吃完药之后 我本来是胸闷 后来变成 闷到整个高荒的地方都不舒服 然后呢 还影响我的食欲 连晚上都会痛醒这样子 我一听不得了了 我就说对 这整个好像很严重这样 我就说 那你要不要赶快去那个心脏内科 这样子 然后我就把他挂了心脏内科 那我陪他去的嘛 所以医师当时问诊问完之后 第一个判断 初步判断说 你不像心脏的问题 然后我就想说 哇 这下我应该要从哪个方向 因为胸腔内科也去了 心脏内科也去了 那我接下来要怎么办 所以我那天看完之后 当然他有 还是排了一些检查 可是那些检查都要等一段时间才有报告嘛 但我就事先就是 刚好有比较熟的嘉医科 医师的朋友 我就赶快问他 我说 我们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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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些症状 对 然后呢 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怎么处理 这样子 那当然我还有是 还有在跟他多说一个 我说 我在怀疑 因为我自己 比较知道爸爸的状况 我就说他在这个生病之前 大概半个月前 有跌倒摔车 然后他摔车之后 我知道因为那一次蛮严重 他有去复健科 然后吃了一些药 我就说会跟那个有关系吗 那当然因为这一位 医师朋友他不是我们的家庭医师 他不知道前面的 那他就一听他马上就整个兜起来 他就说会不会是吃消炎止痛药所造成 所以下一关居然是要去肠胃科 就是他就说他建议我 让爸爸去照一个胃镜 结果不其然照胃镜之后 发现说是有那个胃溃疡 然后胃食道逆流 就是因为他吃那个消炎止痛药 可能比较来啦 他来 然后顺便他也跟我讲说 如果真的看似要停药 或者是说你的药物可以换下 换其他的这样子 那确实就后来我们除了照胃镜之后 我也请我爸爸停药 停药之后症状就消失了 表示有抓到问题了 所以也就是说 假如我们是一开始就先从胃科这边去看 那让他可能会从头问到尾 比较知道说你前面发生什么事情 那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而不会说只是症状 从症状去找判断 那这样你就会绕一圈 你知道前后我们这样处理 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才整个事情把它搞定 因为你要去大医院看医师 其实都还蛮花时间的 有时候光是 还要排检查 对 光是一个门诊 你可能就不一定是马上就可以看得到 然后又要排检查这样子 对 而且我这样子听起来就是 比如说像专科医师 他可能 您刚刚讲父亲的例子 他胸腔的 可能去看胸腔的时候就是 看心脏的时候就是 以照顾胸腔这块为主 看胃就是这一块 反而是嘉一科 你们的眼光是放远一点的 去看这个全盘整个人的状况 甚至整个家族的情形 的确在整个毕业完之后 你要训练家庭医学科的话 我们在这个整个三到四年的 一个训练的过程中 是要到每一个科别去的 我们要去内科 外科 急诊 精神 小儿 复产 每一个科别我们都要去 所以你也会接生 对 我们都会 这一定都要会 他有基本的手术的刀 你一定要会在紧急的 以国际的家庭医学科学会来讲的话 他的定义就是说 我要训练出来的家庭医学科医师就是 我今天把你丢到一个偏远地区里面 只有你这一位医师的时候 你也可以全部应付 我要把这个人给控制好 直到我能够后终他到安全的医院 也就是说这个村庄里面 或这个偏远地区里面 有小孩子 有老人 有年轻人 有什么 你都要能够处理 那你要在这个紧急的状况之下 你要有办法 比如说盲场 你要能够去割这个盲场的一个部分 所以家一个医生也要担任第一线动刀 可以动刀 不会拒绝的 但是就是基本的一些小刀 要能够去维持生命的情况之下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是整个的完整的训练 是要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 所以每一个科别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 都要去看 那因为每个科别都有 所以我们在整个看 跟整个照顾的时候 我们可以跨科别的去看 也可以去做整合不同医师的意见 去看这个部分 因为有些医师不是说他不懂 而是他爱在他的科别里面 他没有办法去跨到另外一个科别里面 去做这样子的检查 那因为资源有限 有时候因为制度的部分 他把东西的秉分得太清楚了 他说你今天胸腔科只能做到这里 这个部分到别的科别 你就不能去动到这一块 你要把它转到别的地方去 酸科医生会这样 对 他会有这一个部分的限制 不是他不懂 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做 但是加一科 我们就整个帮你统整完之后 我们会觉得最适合哪一个科别 或者不是真正的科别的问题 只是因为某些其他的事情 那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前面先排除掉 然后先了解你的一个状况 然后再去做最后面的一个安排 我私底下好奇问一下 因为这样子 您刚刚说你其实在这个 就学训练当中 这些科别全部都要走一遭 这样也是七年吗 不是 七年是七年 外加三到四年 所以总共十一到十二年 所以要念加一科 念到十一到十二年了 对 要十一到十二年 才有办法拿到加一科专科 那有比其他科别更长的时间吗 因为你等于要走到没大圈 最长的好像是神经外科 他们有很久 所有的医师的专科训练 都在毕业七年完之后开始算 那所以如果你的医疗制度 是七年的八年的或六年的 你就是要等到你整个毕业完之后 才开始进到你的专科 再从头开始训练你的专科 诶 那陈医师 你当初怎么会选加一科啊 当初 会不会是一种选择障碍 所以才会决定念加一科 其实是每样东西都想要去了解 我刚开始选择是急诊 急诊也是每一个科都要知道 只是它在当下的时候 你就是处理急诊就好了 后面的照顾 你不用特别去想到那么多 然后后来我刚开始学了急诊 我还蛮喜欢这种跨科别的 这个部分的照顾 而且可以比较广的 这个部分的照顾 那但是呢 我觉得 对我来讲做急诊的时候 有点想要做一半的事情 我看到这个病人 因为它进来 我处理前端之后 它就到后端去了 那后端一直就接着照顾 这都很好 但我好像感觉好像 有头没有尾的样子 然后后来之后我就讲说 那不然就是走加一科 这个部分去试试看 所以就转加一科 那加一科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可以从最前端到最后端 中间全部都可以包 但是并不是说 你每一个人都要去做到这一块 但是你如果有长期看的 或你照顾的这个 我们会收案 会收案的家庭的 这个部分的话 你就整个记录表会 完全是不一样的 然后整个我们会做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 照顾的方式 那会有很多的统整 跟会有很多的检查 我们都会需要去做 然后了解你的状况 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 预防下一代 会出现上一代的问题 上一代可能来不及了 是遗传吗 有些遗传相关的疾病 比如说他的家人 常常都会有 心肌梗塞 腦中风的问题 心血管的问题 那可能是家庭里面 他们本身的饮食文化习惯 做喜自己 就是养成这样子 习惯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当然可以教育 他们做一个改变 然后因为他们是高风险的 如果他们改变了这些的话 他的下一代可以减少 或者这一个可能有家族性的遗传性基因问题 他的下一代如果要结婚 我们要帮他筛选 他的另外一半不能带同样的基因 不管他的下一代的孩子 下一科真的要还很多 所以政府有一个什么 婚前检查 那婚后孕前吧 一个检查就是 你结完婚了 所以也是嘉一科可以执行的 也是嘉一科做的 结完婚之后 但还没生孩子之前 你可以去做这个部分的检定 就是政府会帮你去出这一笔钱的 但是你在交往之前 你要用嘉一科去做这样的部分也可以 大家听到没 就是要交往之前 要带你女朋友见家人之前 先去找嘉一科 其实是有这些相关的一些 我们都可以帮您去做的 所以包括了非常多的 我们觉得说 你很有可能会产生出来的 不管是家庭的问题 不管是生活或者是精神 或其他的部分 或者是真正是疾病本身的问题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 我们可以帮助你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包含有一些偏远 或者是属于那一种低收入户的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部分的 我们这个部分能够做一个统整的话 我们在这边在前面 就可以帮您先统整完 我可以举例啊 他们看的真的非常广 随便讲几个 比方说从打疫苗 小孩一出生 你是不是要打疫苗 对 疫苗是嘉一科 然后健检是归嘉一科 很多大医院的健检中心 是嘉一科在负责的 然后呢 旅游医学 比方说 现在是因为疫情嘛 那之前如果你要 比方说我要去非洲 我要去哪里 当地那边有什么疾病 要打什么疫苗 也是找嘉一科 还有职业医学 他们会去工厂 去老检 去看他们那边的这个 也是他们的范畴 药引 戒烟 减重 戒毒 然后呢 社区医学 社区医学 然后老年医学 包括刚刚医师讲的安妮 我这样 有没有超过十样了 已经不止了 全部都是他们 所以惠文你刚刚已经数了 就这些都是嘉一科的特殊门诊 那还有哪些是 就是刚刚惠文没有数到 他讲的好像都几乎都有了 而且我这个觉得 这个完完全超越了这个 我们上次讨论过 雷锋痴过敏科 雷锋痴过敏科 他的确它 跨别的是不同身体里面的器官 因为一个疾病 它会影响不同器官 对 但是当然在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很多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当然在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在预防医学 不要让他进入到疾病的一个 这个部分 有啦 什么癌症筛检也是他们 对 筛检就是他们 对 对 你可以想到的 所以预防的这一块 你其实都可以跟你的家庭医学科医师 我们一起去讨论 那当然我们有足够的病例 足够的建档 我们可以在 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 我们其实都可以帮你先预测 很有可能会有什么什么样子的问题 包括有些人会去做基因鉴定的 也算是加一科 也算是加一科这一块的 什么DNA检测什么都可以 对 都可以的 所以它等于是家庭的好朋友就对了 而且通常是全家族的 对 全家族的 所以家庭每一个人都只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庭医学科医师 他可以照顾你的全家庭的一个部分 然后之后你的医疗部分 我们还会做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是 刚才前面有讲了吗 对 后面有讲了吗 中间这一段 其实是我们这工作里面最重要的一段 就是科与科之间的沟通 跨科的整合的部分 跟我们这个部分的一个所谓的出现了纠纷的时候 怎么去做一个拿捏 我们常常遇到的是什么 我今天可能有内科的问题 内科觉得说这个已经严重了到要看外科 那外科觉得还没有严重到要手术 所以你要看内科 所以到底要内科还是要外科 所以我们遇过一个就是比如说 有一个奶奶她是关节 膝关节会不舒服 年纪长有些人关节会不舒服 结果她去看了骨科之后 骨科说还没有到 你就去看复健科做复健就好 那她在复健做很久 就跟复健科医师抱怨说 我做这么久都没有改善 那她就说那你这个部分是不是有严重 你要不要去骨科去做进一步的处理 甚至换个人工关节会比较好一点 那骨科说你还没有到人工关节 这个地步你就做复健就好了 所以两边丢来丢去 那到底她是要相信哪一个要做哪一个部分 结果我们就重新帮她评估她的状况 结果发现她全部都不是这两个科 那是什么 她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她不是退化性关节炎 她是季节到的时候天气会变化 所以她关节会发炎会中气 这个发炎中气你没有把控制好 你做复健也不会好 那她不是因为关节退化坏掉了 她是因为发炎时候所产生的 所以她骨科这个部分不需要给她做手术 最后是怎么鉴定出原来她是类风湿关节炎 健检 就是健检 给她检查一下 因为觉得不大对 而且她的整个叙述跟整个过程的话 有点不大对 那一般来讲你去看门诊 可能只花了三十秒几分钟去讲一下你的症状 而且有时候年纪长得根本没有办法去表达她的问题 对啊 可能就是觉得怪怪的 然后哪里送出来 但家庭医师我们就会去觉得说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花点时间 我们可能也认识你的其他家人 我们会问一下从旁边的人知道你的状况 甚至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的家族 好像有这个你的长辈或者是谁 曾经在这边看过这个相关的问题 那你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因为问你 你一问三不知每次问你这个 你又说我不知道 问你这个你又不知道 所以你去了别人 不是人家骨科有问题 也不是人家复健科有问题 而是你去看了复健 你去看了骨科 人家问了你这个问题 你都回答不知道 所以只好 所以只好 就照你的症状去做治疗 那你都会觉得我的治疗 一直会怎么治疗不好 所以没有去追根究枝 去找出它的原因在哪里 那有时候会这样子 那我们还有曾经遇过的是 比较夸张一点的是 脑中风 这个听起来蛮严重的 而且脑中风的时候 你第一个会想到就是神经内科 对不对 这个是神经内科跟心脏科 两个在吵架 两个在吵什么 在你的中风的急性的当下 你的血压不能降得太低 你要有足够的血流到你的脑部 让你的脑部可以修复自己 对 但是心脏科说就是因为你的血压控制不好 你才会今天中风 所以你要把血压控制很好 互指控对方是原因就对了 互指控 互在这个急性的情况之下 要怎么控制 这位病人他其实是拿了心脏科的药 就心脏科给他开他的血压药 但是他出现了中风 他去住进了神经内科 那当然他的原因是因为可能真的控制不理想 所以他真的中风了 可是在中风的当下 他的急性的处理 他的血压不能降得太低 但是他手上拿的是心脏科的药 所以到底要吃心脏科的药 还是停掉心脏科的药 是神经内科的 这两个就很难 一个要你血压维持高 一个要你血压降到正常 那你就猜猜 到底我要吃还是不吃 那这结论是这样子 急性期的三到六个月内 在控制的情况之下 在医院帮您照顾 或者是在复健在照顾的时候 血压不要控制那么好 过了急性期之后 避免下一次的中风发生 血压再控制好 所以心脏科的药是在三到六个月之后 稳定期之后再使用 这个急性期是由神经内科去做 所以这一段时间不要理会心脏科的这一个部分 要听从这是神经内科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由加一科医师帮你去做决定 而不是由你的家人来决定 心脏科医师跟我说这样子 你要又不吃 你现在吃了神经内科的药又要再吃 就怪来怪去这样子 心脏科的药 你两个到底是谁要吃哪一个药 还是两个都吃 那这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没错 那所以这个部分两个科别在吵架的时候 其实加一科就可以踏进来就是介入 对 其实陈医师真的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的确很多情形 你去看不同的专科科别 他的确会针对你那个问题去开药或解决 但实际上那个问题很有可能 跟你其他的健康状况是相似的 因为我自己的爷爷也是这样 我自己的阿公大概是98岁高手离开的 但是他的确在离开之前 他有长期的便秘问题 所以他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可能就给他这个拉肚子的药 就等于说帮助他排便 结果他又过度失水 然后就最后就器官率节奏 当然因为他年纪也很大了 可是的确我就突然在想说 诶 刚刚陈医师分享的这个例子 假设他当时是去看加一科 可能加一科会给的就是一个比较中和的 两边都不会偏激成某一方面的治疗方式这样子 对 其实我们真的是想要去解决你的问题 但是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当下 是没有办法给足够的资讯 但如果你长期在我这边 或者是在加一科这边 或是你自己的家庭医学科那边去照顾的话 你会留很多的病例跟资讯在这一边 那从这一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的资讯里面去做一个评估 可是你如果突然间出现一个急性 就像你这样急性的问题的时候 你去找另外这一科的医师 他是第一次跟你见面 他根本不认识你 对 他就说你变命 那我就帮你开歇药嘛 对 所以你会不晓得 很多医院的高龄的部分 他们就会有整合门诊 而且也都大部分都是那个加一科医师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长辈来讲 他非常多的疾病 可能有三高可能有什么 那你如果只是单救他 对 单救他其中一个原因去处理 不见得能够治根 也不一定能够找得到 所以他们就是用这个整合的门诊 来帮你去纵观的看说 你这个人本身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然后再去帮你找适当的资源过来做处理 所以比方说像您爷爷的状况的话 其实到这样的门诊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有更直接 或者是说更中观的一些判断 来帮助他解决问题 我曾经遇过一个是很可怜 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案例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发生的一个事情 但是因为他叙述的不是很清楚 他是一个更年级停经的一个妇女 那停经完之后会有很多的症状出来 有些人会睡不着 有些人会热潮红 有些人会心悸 有些人会肥胖 有很多的症状会出来 他就是停经完之后 他会出现严重的心悸 那他严重心悸的时候 到跳得很快的时候 就受不了 赶快去挂急诊 他可能以为自己有心脏病 对 有心脏 急诊就说 哇 心跳好快 赶快给你一个心跳不要那么快的药 去治疗一次 过没多久 他又开始心悸 又起来了 他又去看门诊 然后门诊医师就觉得说 不大对 你怎么会一直重复 一直看心脏这个部分的一个心悸的问题 你应该要去看心脏科 对啊 我第一个反应也是想到心脏科 所以他原本是去看内科 没有 他其实都是看急诊 他只要一八座都是看急诊 一八座都是看急诊 一八座都是看急诊 那急诊的部分 就会给他 就是用药物短时间 让他镇定下来之后 让他心跳不要这么快 然后他就要再回门诊 可是他都一直没有回门 他觉得症状没了就没了 然后后来是因为太多次了 急诊医师说 你还是要去看心脏科 看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这一家医院 他只有急诊的记录 没有其他的什么的记录 所以他去看了这家医院的 心脏科的时候 他一直跟医师讲说 我有这个心悸 医师一看到他的心电图 跟他的那个心跳到这么快 他就觉得说 哇 你心脏有一个先天性的结构的问题 你的风险是高的 我要你心脏的结构上面 听起来好严重 有多了一条的一个线路 这条线路会让你的心跳会突然间 会有心剂这么快 我要把这个多的先天性的这个线路 烧掉之后 你就不会出现这样子的心剂的问题 哇 好严重 听起来还蛮严重 对 他说 如果他真的控制不下的话 他会去做 结果还是一样一直重复到最后 他就觉得 好 那我来去做这个动作 所以医师就帮他烧了那个动作 烧完了之后 症状完全没有改善 天啊 他一样照样回去 怀疑延伸 然后他就说回去 跟心脏科医师说 为什么你帮我做吗 我一样还是要看急诊 还是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医师就说 那很有可能没有烧到 没有烧完整 或者是怎么样 我再帮人家进一步再烧第二次 结果烧了不小心整个全部断掉 断掉之后就要钻一个心率调节器 你心脏补跳啦 线路都被我烧断啦 所以只好钻一个心率调节器 帮他做一个心跳的一个动作 所以他靠这个心率调节器去做 那是他这个心率调节器 导致一些不舒服的时候 因为装了心率调节器 他还是不舒服 对 而且可能更不舒服 对更不舒服 毕竟身体里面有一个人工的气 没有错 所以这时候呢 他的女儿 有带他来去夹医科 那为什么来夹医科 是因为 刚刚好他要领药的时候 他的主要的心脏科医师不在 所以他本来从头到头都没有想过 他本来要去夹医科 是因为柜台跟他讲说 夹医科有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帮你拿你别科的药 当你没有药的时候 他可以帮你开药 让你先度过 等到你医师回来的时候 或者遇到医师的时候 你再去开你那个药 所以他只是 这样子走进来而已 然后就是跟我站在那边聊的时候 我才发现说 好像有点不大对 不可能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 你还有同样的问题 那一定有某个地方你没有察觉到 那这样这个部分再去查 其实他从头到尾 不是心脏的问题 他是一个内分泌 甲状腺抗净的一个状况 天啊 那他的心脏只是一个症状 并不是原因 真的是白走一走 而且这个心脏就废掉了 好惨喔 就废了 这些手术什么的全部都白做了 对 而且这个是遗传性的甲状腺问题 他女儿也有 你是怎么发现的 也是做见解吗 从他的叙述来 我就觉得很奇怪 问题是 如果你有一个先天性 多一条线的话 怎么会在更年起之后才发病 你先天就是生出来就有了 你从小到大就 没错 等一下那个心脏科医生 没有想过这件事吗 不是 因为心脏科医师是 急诊转过去跟他讲 他就是有这么多的问题 请你把它处理掉 他不会知道前面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也没有讲什么东西 他也没有讲太多 他就是一个心肌问题 一直重复 一直看急诊 看到他觉得很危险 才要去处理心脏的问题 所以这一个部分的起源的部分 是不一样 跟他要来加一颗拿药 我觉得他的药物怪怪的 他已经发现了 为什么要吃这样子的东西 我就觉得很怪的情况之下 会想要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从他的整个叙述里面就觉得 你的逻辑怪怪的 因为就我刚才讲的 你不可能一个先天的东西 是在更年期完之后才出现 所以这个东西会有点怪 然后从这个部分就觉得说 你要不要去检查 再检查出来才发现说 他是这个问题 那他要用的药材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是遗传 后来再检查他女儿 他女儿也有这个问题 他女儿只是不把他当做一回事而已 因为他女儿还没更年期嘛 对 没有加剧 对没有加剧 然后后来就问他说 以前你有没有这些症状 其实他以前有多多少少 有一点点 但是没那么的严重 直到更年期他加剧了 好像放大 整个东西变放大了之后 他才感觉到那个不舒服的感觉而已 所以他整个从头到尾 都是错误的诊断 然后很可怜的地方是 他这颗心脏就没了 对啊 所以还好他那时候真的是 老天爷给他一条生路 让他不小心走进了嘉医科 之后才发现真正的根源 原来其实是这个 等于说是他们的遗传疾病 就对了 其实嘉医科看的诊别真的很多 包括刚刚慧文还有讲到 就是连心 就是比如说 就是精神方面的问题 自律神经等等的 是不是嘉医科也都有在包含 一定的啊 他们反正就是 从内到外 从头到脚 然后从老到少这样子 所以对我来讲的话 其实有很多时候 确实我觉得 现在民众可能 之前因为医院 他们就是分科都分得很细 那现在其实会比较建议 大家就是说要稍微改一点 改一下观念 就是说如果当你遇到问题 第一时间其实是建议 我自己也是这样子 我如果说遇到什么状况 我不知道看哪一科 我也不会先去挂任何一科 我一定会先问一下嘉医科医师 就是说你觉得我的方向 这样也比较能够节省我们的医疗资源吗 然后也比较有效率 你先找一个比较可能的方向 再去做处理 那如果不是我们再做排除这样 所以我觉得嘉医科 确实是有它的一个必要性 对 真的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像心理层面的问题 刚刚我们讲的几乎都是生理上的疾病 所以嘉医科其实也包含心理上面的问题 也是有看的 那还有就是一个现代人也蛮常见的问题 是自律神经失调 这两个我们也请这个陈医师讲一下 您所长的案例 跟以及嘉医科 能够对这样子疾病做什么样的帮助 其实这个是我们在看门子里面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们也非常希望所有的医师 不管哪一个科别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做一个心理层面上面的一些先了解 因为有很多的问题并不代表它是真正他所说的 那很多的 就像你说头晕 搞不好只是心情不好 对很多的病人 他的叙述有可能是不对的 那有些人的叙述有可能是很怪的 前后矛盾的 或者是他可能在这个部分 他很多的一个问题其实是 嗯 我不能说完全心灵上面的 但是呢 你如果慢慢去剖析完之后 你会发现它是真正的心灵上面的问题 就心理影响生理 对 心理影响生理 那其实在医疗上面的确有这个诊断 没错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诊断 那我常常有遇过一个是一个 其实我们常常遇到的是什么 是睡不着的人 嗯 现代人的通病 现在的通病 大家都睡不着的人 但是你常常会问一个 每个医师都会问 你睡不着 你是无法入睡 无法维持睡眠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 那你就会去问 但很多病人就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 他就睡不着就睡不着 反正我就几点什么什么 他会给你扯一堆很奇怪的相关 我看手机看到几点我工作很晚 然后我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所以他没有办法睡 他自己认定他没有睡多少 或者是他的睡眠品质不好 那我们常常遇到的 会有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我遇过的是这个 年轻的上班的小姐 她是第一次 她是第一次来去看 家一科 来 其实很久没有就医了啦 她是第一次上班 然后第一次上班的时候 社会新鲜人 社会新鲜人 对 社会新鲜人在公司上班 一定会有压力和环境 适应上面的问题 但是她不会了解这个部分 她就觉得说 她从上班之后 就每天睡不着 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她没有觉得她压力很大 她只觉得说 她晚上就是睡不着 躺下去就是没有办法睡 她也没有想什么 她就是睡不着而已 然后我就说 好 那没有问题 那你的状况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形 整个做出来就是只有 刚开始上班之后才出现 更早之前都没有 那每一次呢 她会出现这个问题 像这种她应该会怪风水吧 有时候 有时候会怪 她就觉得是风水不对啊 耍被的命就对了 而且她最重要的问题是 是冲到什么之类的 她只发生在礼拜一到礼拜五 她六二日放假的时候就没有了 睡得很好 睡得很好了 那这个东西 明显就是工作了 输入压力 这一张多问了这一点点 就小小的小细节 你就要问到小小这个部分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不是失眠 你六日可以睡得很好的情况之下 你没有失眠的问题 你是一到五的时候 没有办法好好的睡 一定是工作上面 要什么样子的情况 后来才发现说 她的确就是 因为一到五 真的会紧张 怕自己会迟到 那因为上班很紧张 但也不是说很紧张 是为了要清醒 所以她喝很多咖啡 哇塞 所以这个等于说 你真的是柯南 对啊 那六日就不喝咖啡 因为不用上班 不用清醒 那就可以整个床 都可以好好的睡了 所以嘉一课就帮她判断 从她的这个生活作息 跟她的这个工作状态 是 就整个判断出来 原来你的结论是 喝太多咖啡 所以也不需要吃什么安眠药 什么都不需要 都不用 你只要减少这一块 然后好好的正常的上班 然后你知道射你的闹钟 几点会起来 你已经习惯几点睡 你知道生活习惯 把那个身体使用 调整过来 其实都可以做得很好 到最后她远 你可以这样睡得很好 那只是那段时间 刚开始社会新兴的 刚进去要求一些表现 一些什么 生活习惯 对 适应期 过了就好 但是如果那时候 就给她吃安眠药的话 她有可能依赖 然后就一直长期下去 就会依赖这个安眠药 继续要吃下去 对 还好她不是直接 跑去睡眠障碍科 她可能是先来嘉医科 哇 今天听到 就是两位分享了很多东西 大家有没有对嘉医科 有更正确的观念呢 因为其实过去 我们听到嘉医科 可能会觉得说 嘉医科不知道要看什么 所以我们一般无论是 身体不舒服或怎么样 我们可能会先走进内科 甚至直接去找专科 但实际上我觉得嘉医科 才是可以更全面把眼光放大放高 去看你全面的问题 包括全家族的问题 好 学到了 希望今天的云端保健室 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 嘉医科其实是 等于说你健康安全的 第一个把关就对了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还有线上问诊室 马上回来 今天线上问诊室的小单元 我们请到这个保健室的好朋友 陈波诚 陈医师 嘉医科的陈医师 其实我们要聊的是健康检查 我觉得其实健康检 对现在的人都非常重要 因为真的是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每年无论是公司的行号也好 甚至是自己 大家都要有一些病逝感 要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那私底下午跟陈医生 聊了很多 其实当你到嘉医科的时候 因为健康其实嘉医科 是也有在执行的嘛 其实第一关跟医生聊天当中 就是已经是一种初步健康了 对 其实很多的部分 当然有医师去决定说 你到底需要什么样子的一个检查项目 对 但有些人是完全都没有做过的 也不知道的家族史 或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 医疗上面的一个认知的人的话 我们通常会建议你做 就是一般的 有点像撒大网 我把那个大网先撒下去 去看看哪一个地方有问题 对 一般健康的项目不是就是 比如说量身高体重啊 视力啊 有没有那个就是色盲等等的 就是血压 这个真的对了解自己的疾病有帮助吗 这个东西对我们医师来讲 非常的重要 而且它背后的含义 其实是有很多种的 而且光看你的身高体重腰围 我们大概就可以有一些 基本的一些问题点 就可以跳出来了 那包括你刚才讲的视力的部分 又会再跳出一些警讯来 这些在合并您告诉我们的一些症状 或者是很有可能 你日常的生活 或者是你的工作的环境 这些东西加乘起来 大致上已经可以让我们判断出 你有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问题了 对 所以比如说跟您这样子讲的话 如果您是常坐在办公室 每天都要盯着荧幕的人 你一定会出现肥胖 清晨代谢相关的一些问题 因为你要久坐 所以你会出现下半身的马 或者下半身水肿 或者是这个 你的下背的部分的不舒服的症状 应该也会出现 陈医生根本是酸病师吧 然后你如果长期盯着荧幕的话 你会发现你眼睛视力的部分 会有一些模糊的一些状况会出来 可是它是死好死坏 它不是一直的模糊 它是死好死坏的模糊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大致上可以了解说 你的工作的形态 跟你跟我们量出来的这个部分 还有我们测出来的这个部分 很有可能你会有这些问题 那你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去缓解你这些不舒服 或者去避开这些不舒服的一个原因 但是这些种种合在一起 不会只有这些 对 所以我们就讲说 中了三个 你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没有中 如果还没有中 那就还没到那么严重 那这个预防 第四 第五 第六个部分出现 那你如果没有这样子做 可能第四 第五个会再出现 那这个部分会事先告知 那因为事先告知 人们都在说 哇好准好像在算命 后来出现了 那其实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有 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 不管职业相关的伤害 或者身体相关的一个问题 我们就可以告诉你 那你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健康检查 我们就会建议你 所以其实大家也不要小看这种 就是非常基础的健康检查 那这样子 我也要替很多去做见解的人 发问 蛮多这个健康检查中心 可能会推荐你 多做哪些哪些哪些项目 而且甚至这些项目 可能是要自费 有的真的很贵 那到底我们应该判断 这些哪些东西是 即使是花这个钱 也值得也该做 那哪些其实是看自己的状况 好第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觉得你该不该做什么 应该要经过专业遗失 我再强调专业遗失 不是业务 业务跟专业遗失不一样 业务其实是这样 业务归业务 那我有一个问题 像我们去做健康之前 他可能会先有一个顾问 这个顾问其实就是业务 对 那这个顾问只要他不表示 他是那个部分 他就比如说 我今天有几块钱的套餐 几块钱的套餐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傻大王 针对没有做过见解 不知道自己的情况 也不知道家族史 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先做一个傻大王 看看你在哪一个系统 哪一个器官 哪一个部分 有可能有问题 那针对那个问题之后 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做 所以你刚刚讲的 有些很贵 或有些必须要做的 就要看你傻大王之后 你的阳性的问题在哪里 你阳性的问题在这里 我们就要在深层进去了解 通常在更深一步的去了解的检查 就是不常做的检查 这些不常做的检查 费用的确是比较贵 也比较特殊 然后判断的可能也要需要更专业的人 去判断这些结果 所以它会比较贵 那需不需要做 是因为你检查出来 有问题在这里 你的问题点在这里 所以非常建议你去做下去 那需不需要再撒一次大王 那是一段时间之后再来去做 你如果已经撒过一次大王 已经做过的话 在短时间内不要一直重复 因为正常的会一直正常 不会变太多 所以在短时间内 只有红字的那几个要追踪就对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慢慢地去帮你 剖析解读这个部分在哪里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那从这个里面 有专业医师帮你再去安排 所以这个安排要不要再做更加进一步的 是由专业医师跟你个人客制化 并非套餐组合 对 它不是套餐组合 没错 也不是我今天能不能给你这些 而是你需不需要这个检查 因为我们一般如果走到一个健检中心 它的SOP几乎就是先有一个顾问来跟你解说 今天要检查项目 以及你有没有要自费加A套餐B套餐C 那通常其他的这个加做的检验项目是非常贵的 那最后一关反而才是跟医生聊天 你全部的检查都做完了 他才最后跟这个医生问诊 但实际上这个顺序应该是要改过来 就变成说我们可能要先去问嘉一科医生 自己适合什么样的检查 所以这个就会要了解的健检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如果你的健检状态是第三者付费 就是说我公司出钱 所以我公司是跟我这一个可能这个健检中心或者这个医院 我们签订的合约是做这几个项目 那这个部分就是它的一个标准模式 那当然业务会去跟你讲说 今天公司跟我们签的是这些 那你如果知道你自己本身有某些地方的问题 你要不要加做 那这个部分就是你曾经做过 你知道你有某些问题 你想要再追进一步的追加 那这个就是第三者付费的情况之下 会出现这个部分 通常出现在健保的成人健检 就是国健举出的费用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套餐的 或者是说我公司的这个劳工员工体检 这个也是套餐的 一个基础方案 但是我讲的那个部分就变成是一个高级健检 或者是个人健检的这一个部分了 所以通常如果你真的要去做个人健检的话 一般标准也是会让你先看到医师 如果没有 你有权利先要求看到医师 这是你的权利 很重要 大家学到 对 然后你看了之后 你可以把你以前做过的检查 跟这个医师讨论 如果你有以前的检查 医师可以看到到你的问题在哪里 就可以从那边更深入的去检查 如果没有 就由医师在跟你问诊的情况之下 觉得你应该把重点放在哪里 但是一样还是要撒大网 基本上扫过一次之后 留个基本资料的一个相关的 再看看他所问的地方 是不是真正有问题的位置 那有了之后再进一步的升下去 所以如果你不要重复浪费医疗资源 不要那个 你都可以把你曾经做过的项目跟医师讲 甚至你可以如果 可以的话 把借鉴报告留下来 对 更换项目 比如说我某一些东西 更换项目 常常都是正常的 比如说最常见不到会变太多的 我常常血色素都是正常 我没有地中海星星贫穴 我没有蝉痘症 我的血色素都是正常的 对 那这些血液正常的话 部分有些女生是因为 月经的周期它会有缺帖 但之后它又好了 对 那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 那就不用每一次都测这个东西 我已经知道我的血色素是没问题 我把这个资源 我就不要用这个部分 我就换到别的地方去 那这个部分 我就可以去做更详细的一个检查 我可以把我的钱转到 去用到我需要的地方 而不是检查我已经知道结果 所以是其实 节省自己的荷包也是不浪费医疗资源 没错 那我最后再补充 我们今天见检报告出来 看到红字 也要不要紧张 千万不要紧张 红字并不代表不好 正常并不代表你健康 红字不就不正常吗 对 红色是在我们的标准值以外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在这个标准值里面 那这些东西有它的意义在 最常见的是什么 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肾功能 叫做肌肝酸 在我们很多的见解里面都会出现 但是很多女生会出现红字 是因为指数偏低 并不是指数偏高 那这一个部分的话 偏高代表你肾脏有问题 但是偏低是因为你体积太小 吃肉太少 肌肉量比较少 所以很多的比较娇小的女生 都会出现这个部分的问题 所以其实红字不见得就立刻代表你有病 其实还是要去咨询医生 你才会知道说 其实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必要再继续追踪 或是自己到底身体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总之病实感真的很重要 今天很谢谢陈医师跟我们分享 健檐其实也是有美角的喔 OK希望今天的云端保健师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回见了 拜拜